喂,摩鏡 我一輩子還沒有家客那麼散敬 她? 靠不靠得住? 好姐妹,我大把了 你的胡說八道會 你覺得誰最難親近呢? 我覺得最難親近的應該是我 因為我給別人的感覺 是比較內向少少 靜點,不是很社交的人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藏起來的人 可能認識我的人 真的會認識我 深入的時候 我是很開放和大家分享各樣東西 當你未接觸到我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個隔膜 很多人都覺得我是不是很友善 但其實我內心是很友善 只不過是我不懂得去表達 說到男人 你又最喜歡和誰的合作? 有默契呢 可能馬鳴是很有默契的 因為馬鳴真的合作無間 第一套古裝已經有和她合作了 那時候大家都很新的 到了這一刻 其實她都已經在做一線 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她拿時遞 好像大家都覺得她是欠缺了這個獎 遲早都要給她 但希望要快一點 這一隻就是時遞貓 你會不會以時候為目標呢? 其實拿了這件事 我真的很久都沒有想 因為我覺得想了又未必會發生 反而你想得太多會令自己很緊張 是真的不是呀? 這套劇今宵大廈播得很好 大家都很喜歡 人們不停地這樣說 說今年支持你拿時候 所以很無意中 都會是cross了我的mind 但我都很想保持平常心 再加上我現在在這一刻 因為離開了TPB 所以自由身 我都不知道算不算有資格 可以去參與這個過程 但我已經很感恩大家對我的支持 李思華小姐 最後一條問題 你喜不喜歡這隻貓? 當然喜歡啦 靚寶 好呀 全民的時代貓 香港的觀眾 我很感激 你們在這段時間 給我的愛 支持 鼓勵 你們每一個訊息 每一個訊息 我也有看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 大家覺得 就算我離開了TPB之後 都可以有資格去獲取一個時候的獎項 對我來說是很感動的一件事 你們給我的愛 其實更多過我獲獎 所以我很衷心多謝你們 每一位 接下來我都會盡量 就算我在其他地方拍攝 都會盡量拍一些 可能在香港可以看到的作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謝謝 謝謝 當然 歡迎